一个小时后 林九泽婉拒了方校长的宴请 坐车离开江大 林总 下午金水湾别墅区的开发会议定在三点 中间有一段时间可以休息 您去哪儿 去一趟亲院别墅 是 司机找路口拐弯 林九泽的手机突然响了 接听后 手机里明左的声音传来 林总 昨晚那女人找到了 林九泽让明左查昨天跳窗的女人 明左第一时间 去查了天岳府的监控 可奇怪的是 七点和九点这两个时间段的监控 都是一片空白 就连天岳府的安保人员都无法解释 这是怎么回事 只猜测 可能是当时断了网 但是 明左还是查到了一个人 徐依依 徐依依是个十八线的演员 走清纯柔美路线 一直不温不火 可以在监控里看到 昨天傍晚 她六点五十分进入天岳府 往和风馆的方向走去 之后的监控记录有一段空白 看不到她具体去了哪个房间 九点五分的时候 徐依依的经纪人 搀扶着她从和风馆楼下出现 她一条腿曲着 表情痛苦 明显是受了伤 因为在之后的记录又没了 明左看不到徐依依坐的什么车 离开天岳府 所以花了一些时间才查到 徐依依住在哪个医院 昨天晚上 她左腿已经连夜动过手术 明左也已经看过病例 是摔伤 事业 江城一大附属医院 VIP706房间 躺在床上的女人 双手握在一起 有些不安地看着 对面沙发上的灵九泽 林总 您到底有什么事 你的腿 是怎么摔伤的 和林总有关吗 你不用隐瞒 我让人查了监控 昨天夜里九点左右 你的经纪人搀扶你坐车离开 当时你的腿就已经断了 那晚在我房里跳下去的人 是你 对不对 徐依依一愣 抬头看过来 眼底还有茫然 心思却已经开始急转